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继续讲解N1考前辅导。 今天我们进入了听解部分。 听解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的一部分,而且是改革之后变化最大的一部分。 听解由原来的45分变成了60分,而且考试时间也变长了。 题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有图题,现在都没有图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考试当中会涉及到的五个题型。 有课题理解型,第一道大题,第二道大题是要点理解,ポイント理解,以及该要理解,该要理解,还有及时问答,以及最后的长篇的听解,就是综合理解。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课题理解。 课题理解是我们最简单的一部分,因为它的选项是印在我们的卷子上的。 就是说呢,你是先能看到选项,再来听题目。 它呢,主要是分成了六个小题目。 它的目的啊,願い,也就是考点是什么呢? 给你听一段,已经有过まとまりのあるテキストを聞いて。 听一段原文,然后呢,针对它的问题是否理解。 也就是让你找到能够具体解决问题的一些因素、要素、以及它的信息。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课题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 首先呢,它呢,有不同的人出现。 有的时候呢,是一般的就是一段对话。 有的时候呢,是比如说,男人と店員が話しています。 那么人员关系呢,就是顾客和这个店员之间的一段对话。 那么顾客和店员之间的一段对话,很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价钱啊,退换货啊,这样的事情。 选择买某个东西啊,颜色大小的东西。 还有呢,比如说,学生と先生が話しています。 他第一句话就先告诉你,老师和学生在讲话。 那么老师和学生之间,可能涉及到的课题,比如说作业啊,还有什么ゼミ啊。 论文啊,等等这些话题。 那么在这一段关系,提示了人物关系之后,就是给你预判下面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样的话题。 那么做这道题之前呢,我们也会实心看到选项。 看选项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四个选项就能提示你,我们大概可能在说什么。 提示了双方关系之后,还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也提示了一些地点。 比如说,会社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那么第一点就是公司。 在公司,两个人在交谈。 那么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没有讲。 有可能是同事,有可能一个是公司里的人,另外一个是外面的访客,等等。 教室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教室。 大的背景就放在了学校里。 那么可能涉及到的话题呢,就是一些考试时间啊,上课时间啊,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 那么听到这句话之后,先给我们一个心理准备,知道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听到什么东西。 那么场景,学校里可能会涉及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小组讨论。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那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说。 比如说,仕事の順番。 工作的顺序,说接下来先干什么。 然后,プリンターの修理,修打印机啊,等等。 不担忧打印机,还有其他的,比如说コンピューターの修理,等等这些事情。 还有企画修,这是常考的一个题。 企划书,考它的主题啊,等等。 会议の準備,会议的准备。 比如说先是做什么スケジュール,还是先预约会议室。 しらせ通知。 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会涉及到的话题,比如说食物の育て。 植物的一些培养、培育。 レストラン、餐厅、点担等等。 ホテル、宾馆、旅行、引越し、以及買い物。 这是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场景。 那么这些场景下,会产生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一些人物关系,以及地点。 那么有助于预判我们将要听到的一些话题。 那么这样的类型的这种理解题的话呢,主要出题呢,有这么几个类型。 比如说它第一个会问什么呢? この後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做什么? 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后これからまず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它有一个まず强调了,接下来首先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就会预想到,它会有1,2,3,4,4个选项。 可能都会提到,你要把它的时间顺序搞清楚。 或者呢,この後何をしますか? 接下来做什么呢? 它没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我们第一道题的重点呢,是放在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么可能四件事情它也都会提到,四个选项它都会讲。 这是我们出题的一种惯例啊。 四个选项呢都会给你讲到,但是呢会用其他的语言把其他三个选项排除掉, 只留一个正确的选项。 同样,まず的时候你也要注意,首先要做什么? 一定要搞清楚时间顺序。 那么这样的题的时候呢,まず啊,这种首先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提示词。 比如说,它会说これからまず什么什么,或者说はじめに什么什么する。 大一切に何々する。 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提示词,你一定要把它听清楚。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题。 首先呢,我们来看有四个选项。 1. 研究の背景をまとめる。 2. 研究の目的を明確にする。 3. 調査結果を視覚的に示す。 文法の間違いを直す。 4. 研究、背景、調查結果。 猜猜呢,估计也是レポート或者是ロンブーン之类的事情。 那么,你这四个选项知道了,大概猜到的是讲论文的事情。 那么听题的时候呢,这四个选项你要边听边做记号。 比如说,听到了第一个选项是不是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提问。 发现第一个选项不是,就第一个选项直接划掉。 第二个选项不是,第二个选项直接划掉。 划到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你的选项了。 就是你的正确答案了。 好,我们来试一道题目。 3番。 大学で男の留学生と先生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留学生はこの後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先生,先日をお渡しした論文ですが、いかがでしたか? ああ、見ましたよ。 前回見たときは研究の背景のところが不十分だったけど、そこは今回だいぶ良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しら。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研究の背景がうまくまとまっ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けど、研究目的も前の原稿より明確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 ああ、そうですか。 でも、この調査の結果のところ、もう少し効果的に示せるように、データを図やグラフで表したらどうかしら。 ああ、なるほど。そうですね。 そうした方が説得力が増すと思いますよ。 わかりました。やってみます。 それから、前回ご指摘を受けた日本語の文法的な間違いについては。 ああ、今回は特に気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よ。 ああ、そうですか。 じゃあ、すぐに修正します。 男の留学生はこの後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 好、我们会听到 他提到了四件事情、包括背景、目的、一聚さか文法の間違い、 每個選項都听到了。 那如果你没有仔细听的话、就会迷茫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確選項呢? 那么这种题当中呢、不要求你每一句话都能听懂 要求能抓住重点就可以。 那么也就是有一个关键句。 关键句什么呢? 曾经呢我们在讲阅读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转折后面就是最关键的部分 前面说了一件事情 说了一个但是 那么后面才是作者 或者说话人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呢经历当中也是一样的 转折后面才是重点 转折后面才是说话人真正想说的事情 所以呢这道题的关键句就是demo 他原文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的说法 每一个题每一个是怎么来排除的 好我们来看原文 大学で男の留学生と先生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留学生はこの後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必须要做的是什么 m呢就代表了男 先生先日お渡しました 論文ですがいかがでしたか あ 見ましたよ 前回見たときは研究の背景ところが不十分だったけど そこは今回だいぶ良くなった 研究背景違った 但是呢上次是问题 但是这次已经没问题了 だいぶ良くなったですね 那么这里的干扰呢是什么呢 なったじゃないかしら うんじゃない 在口语当中就等于でしょう 在听力当中 うんじゃない会经常出现 会给我们造成最大的干扰 但是他实际上就等于でしょう 听到了你就当没听到就可以了 完全不影响前面的意思 也就是そこは今回だいぶ良くなった という意味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研究の背景がうまくまとまっ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 他说背景 但是呢他说的是 うまくまとまったですね 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 けど研究目的も前の原稿より明確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 说呢 既有背景已经比以前好了 而且呢 这个研究目的呢 也比之前明确了 好 そうですか 排除掉 再往后面看 でも 关键句出来了 でも この調査の結果のところ もう少し 広角的きに 示せるように データを 図や グラフで表したらどうかしら でも 后面我们说是 说话人真正想说的东西 像でも啊 しかし啊 だけど啊 这些就是我们的提示词 你看 听到这些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精力 后面就是说话人 想要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那么有可能就是你答案的地方了 他说 でも什么呢 但是 调查的结果的地方 如果你能用一些图表啊 还有一些表格之类的 来表现 你的数据 我觉得会更有效果 是不是这样呢 なるほど そうですね 好 继续往下面说 其实答案已经在这里了 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去选第三项了 那么不放心的话呢 你继续往后面听 他会有给你 把第四项也排除掉 そうした方が説得力が増すと思いますよ 分かりました やってみます 自己提到我要去试试看 それから前回ご指摘を受けた 日本語の文法的な間違いについては 啊 今回は特に気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じゃあすぐ修正します 好 他又再问了一遍问题 说接下来男留学生 要必须做什么 那就是先生刚才讲的 でも 后面的位置 好 那我们回过头去 再去看这篇 这道题啊 就知道 四个选项 每个都会提 提到的时候 就认真听 听到了你的关键词 比如说 背景 目的地 調査結果 文法 听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 这句话当中含有这个词 你就认真听 是不是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如果他已经有改善了 就不是我们这次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用这种办法 重新来听一遍 这次呢 我们就边听 边来 参考 大学で男の留学生と先生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留学生は この後 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先生 先日お渡しした論文ですが いかがでしたか ああ 見ましたよ 前回見たときは 研究の背景のところが不十分だったけど そこは今回 だいぶよ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しら 好 听到这里 已经听到了high key 这个词 那你就知道 背景比以前都好了 所以 第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掉 好 继续往后面听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研究の背景が うまくまとまっ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けど 研究目的も 前の原稿より明確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 そうですか でも 後面的調查結果 要用图表来表达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要听到的答案了 所以招き就选三 好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同样的办法 先来看文字 每道题呢 你就只有四个选项 来 先给你一个印象 到底在说什么 说呢 会計家に出す資料を作成する 一 是会计课上要教的一些资料 要做 打合わせの記録を作成する 做这个会议记录 商談的记录 三 今朝頼まれた仕事をどうする 做呢 今天早上被拜托的事情 是 能量に 仕事を引き継ぐ 把工作呢 交给同事 好 那么 我们知道了四个选项 估计呢 问题还是 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 那么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要先去听 关键句在哪里 按照我们刚才的办法 来找关键句 用吧 会社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 話しています 女の人はこの後 まず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田中さん ちょっといいかな はい 今度の展示会の件なんだけど 会計家から 明日の朝までに もっと詳しい資料を出せ 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だ それでね 悪いんだけど とりあえず資料を 至急作ってくれないかな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これは 先週の打ち合わせの 記録をもとに 作成すれば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うん そうだね 具体的なことも ほとんど決まったから それを反映させて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あの 何時までに 5時くらいまでに 頼めるかな 今朝 頼んだ仕事の方は 置いておいてもらっても いいし 他の人に 引き継いでもらっても いいから そうですか でも 他の人に 頼むと かえって 時間がかかる と思いますので 後でやります じゃあ 悪いけど 頼むよ 女の人はこの後 まず何をし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か 好 那么 这道题 我们会听到 他的問題是 まず何をし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か 所以呢 他的重点就是 まず 好 既然是まず 的话 你就要听到 一个時間的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呢 是有男的说 还是有女的说 就不一定了 你一定要听清楚 有まず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 时间向的提示词 那么 这道题的提示词 是什么呢 其实是男の人が 言ったのです 是由男性说出的 说出了一个词 至急 至急 就是非常急了 所以呢 我们根据这个提示词 就能找到 まず的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原文是什么 その会社で 男の人と 女の人が 話しています 女の人は この後 まず 何をし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か 田中さん ちょっといいかな はい Fなし 女の人ですね 今回の展示会の件だけど 外境から 明日の朝までに もっと詳しい資料を出せ と言われ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でね 悪いんだけど とりあえず 資料を 支給 作ってくれないかな とりあえず とりあえず 暂且 支給 这个词 这两个词 就提示了 我们的答案了 其实 能不能 你先把 资料 赶紧做好呢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これは選手の打ち合わせの 記録を もとに 作成すれば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後面呢 就提到了 我们第二个选项 就是打ち合わせ 但是呢 他并不是 要做的事情 因为是 選手の打ち合わせ 所以 这个 你可以排除掉了 继续 うん そうだね 具体的なことも ほとんと決まったから それを反映させ 没問題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あの 何時まで 5時くらいまでに 頼めるかな 今朝 頼んだ仕事の 後 提到了 今天早上 拜託的事呢 後 置いても 置いてもらってもいい 置いて 置いてく 就是放在那 不用管 他的意思 他の人に 引き継ぐ 又说到了 找别人 他の人に 引き継ぐ ついても もらってもいい 找别人也可以 放在那也行 好 那么这两件事情 是不是 接下来一定要做的呢 そうですか でも 注意一下 でも 给你否定了一些事情 他の人に 頼むと 帰って 時間が かかる と思いますので 後でやります 但是呢 我找别人 还更费时间 算了 我刚才自己 做掉吧 じゃあ終わりけど 頼むよ 所以呢 知道起啊 听到まず的题目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的是 他提示了相关的时间词汇 不但有 しきゅう とりあえず 还有很多 你听到了 就把它画下来 这些呢 积累多了 你就知道 まず的题目 有哪些是他的关键词 同样呢 在听力当中 和我们做阅读的时候 是一样的 转折后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不是选项 也会帮你否定 排除掉一些选项 听到demo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打起精神来 听demo 后面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这道题目呢 就是典型的一个 时间顺序题 按照我们刚才的方法 再来听一遍 注意你下的 你的关键词 注意一下转折的位置 4番 会社で男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女の人はこの後 まず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田中さん ちょっといいかな はい 今度の展示会の件なんだけど 会計家から 明日の朝までに もっと詳しい資料を出せ 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だ それでね 悪いんだけど とりあえず資料を 支給作ってくれないかな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これは 好 しきつくってもらえないかな 说的第一件事情 能不能马上给我做资料呢 一呢 首先没排除 你就先把它放在这 你继续往后面听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これは 先週の打ち合わせの記録をもとに 作成すれ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うん そうだね 说呢 先週の打ち合わせ 提到先週了 这个题 第二个选项 就可以直接排除掉了 治療を支給作ってくれないかな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これは 先週の打ち合わせの記録をもとに 作成すれ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うん そうだね 具体的なこともほとんど決まったから それを反映させて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あの 何時までに 5時くらいまでに頼めるかな 今朝頼んだ仕事の方は 置いとい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し 他の人に引き継いでもらってもいいから 好 這兩個選項也提到了 今天早上 拜託了工作 放在那也行 拜託別人也行 那到底他是選擇哪一個呢 でも他有轉折了 所以呢 2 3 3 4 就可以直接排除掉了 所以 只剩一個2的正確選項 好 那么下一道题目呢 我们就这样听 听一点 我们来排除一个 听点的来排除一个 好 我们有四个选项 有 你作りをする 你作り呢 打包行李的意思 有多时候呢 可能看到一个词 你不认识 没关系 不会影响你的选项 不认识的词 你就用A来代替 就是这个词呢 你知道大概可能念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没关系 不会影响你做选择的 那么你就用A来代替 在文章当中听到 你就是说 这个就是A就行了 他肯定是做了一件事 管他是做什么 你随便编一件事 你自己能理解就可以 二呢 ストラックに荷物を運ぶ 把行李搬上卡车 三 友達の家に別逃避ぶ 把这个床运到朋友家去 最后一个 黑暗の掃除をする 好 我们有四个选项 同样是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们先来听题目是什么 五番 女の人と男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人はこの後 何をしますか おはよう キュッ 好 我们听到这里 要注意的是呢 男の人はこの後 何をしますか 他强调的是 男生接下来要做什么 男女的绘画 两个人都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男生接下来要做什么 五番 女の人と男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人はこの後 何をしますか おはよう 今日は忙しいのに 朝早くから 引っ越し手伝わせてごめんね いや 五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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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当に助かる それで 早速だけど 何から始めようか 荷造り終わってる うん 持ってく物は 全部段ボールに入れといた トラックに段ボール 運んでってくれる 好 期待了两件事情 水作り終わってる 全部段ボールに置いていた 水作り 就打包行李都搞定了 我都放进去了 所以呢 一就可以排除掉了 然后接下来的女性呢 拜托了一件事情 段ボールをトラックに 運んでくれる 能不能把这个 东西给我 搬上トラック呢 好 二 可以是留作一个 被选 被选 木造り終わってる うん 持ってく物は 全部段ボールに入れといた トラックに段ボール 運んでってくれる ベッドとか 大きな家具が どうやって運ぶ うん それは友達が欲しいって 言ってるから そのままでいいよ 運ぶの終わったら 休んでて その間に 簡単に 部屋の掃除するから 了解 又问了一遍 这几个选项都怎么起到呢 第一个 煮煮完了 所以一 排除掉 二呢 女生呢 拜托男生 能不能把东西给我搬到开车上去啊 トラックに段ボールを運んでくれる 然后他答应了 没问题 二呢 先放一放 三 说呢 这个这么大的ベッドどうしよう 说呢 友達が欲しいと言って そのままに置いていい 就那么放着就行了 所以三 排除掉 最后一个 谁来扫除呢 女生说 你办好行李之后呢 你就休息吧 この間 部屋の簡単に掃除する 所以呢 是女生来做的 四 也不对 我们强调了是 男生接下来要做的什么事情 所以招题呢 选二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原文 好 说呢 女の人と男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人はこの後何をしますか 强调了是 男の人ですよね 他强调了是 男生接下来一定要做什么 好 既然强调了男生接下来一定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就主要重点听听男生要做的事情 说呢 おはよう 今日は忙しいのに 朝から 朝早くから引っ越して伝わせてごめんね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适应上来一道气 第一句话就没听懂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慌 不会影响你太多的东西 因为他不会把重点上来第一句话就说的 这是日本人的语言习惯 不会第一句话就开始说正气 总归会先挨拶或者先铺垫一下 所以呢 第一句话没听懂也没关系 他说呢 一大早就让你来帮我搬家 真是不好意思 いや こいうのはお互相だし お互相就是相互帮助 本当に助かる それで 早速だけど 何から始めようか 那么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干点什么呢 にづくり終わってる 说到了にづくり了 结束了吗 提到第一个选项了 你就要看他结束了没有 持ってくものは全部段ボールに入れといた 这边可能听不大清楚 持ってくつまりていく 然后入れといた 也就等于 入れておいた 持ってく和入れといた都是一种 所有的说法 我要带去的行李都放到指壳箱里了 然后接下来问的是 トラックに段ボールを運んでてくれない てくれない这里可能又听不大清楚了 運んでいってくれない 能不能帮我把它搬到开车上去 好 这是第二个选项出来了 是不是呢 先留存 我们往后面看 ベットとか大きなカゴはどうやって運ぶ 这大的怎么搬啊 啊 それは友達が欲しいって言ってるから 開始時間を早める 時間を短くする 議題を少なくする 一次議題を事前に知らせる 到底要做的是什么 把开始时间提早 把时间缩短 把議題减少 还是把議題再事先通知下去 我们来听 7番 会社で女の人と男の人が会議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す 男の人は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田中さん 例の金曜日の会議の件なんだけどね はい 上の方から会議の効率化を図るための指針っていうのが来てるんだけど はい それでね まず会議の開始時間だけど 原則として9時から12時までの間って書いてある ああ 会議は10時からの予定です ああ そうでしたね それから会議時間なんだけど2時間を超えちゃいけない ああ それは何とかなりますね それと議題は4つ以下にして 遅くとも前日までにメールで参加者に知らせておくこと ああ そうなんですか では今日のうちにやっておきます 数の方は問題ないですね そうね じゃあ 準備 よろしくね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男の人は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他の問題ね 男の人は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男の人必須要做的是什么 同样的是每個選項都大概提到了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原文他到底在说什么 说呢在公司当中两个人在关于会议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す 男的人は何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か 田中さん例の金曜日の会议の件だけどね 上の方から会议の効率化を図るための指释例というのが来ているんだけど 我们有这么一个方针前面的都是这种普通案 それでねまず会议の開始時間だけど原則として9時から12時までの間って書いてある 说呢首先第一件事关于会议的开始时间 我们提到会议的开始时间这是我们非常干扰的一个地方 说呢关于这个开始时间啊原则上是什么呢 从9点到12点之间也就是说会议呢一定要在9点到12点之间开始 然后啊会议は10時からの予定です 我是打算10点钟开始 那么开始时间用不用提前呢 有同学听到了9点到12点这是以为会议的时间了 实际上它是关于開始時間だけど 关于开始时间原则上要放到9点12点之间 所以放在10点钟是完全可以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9点钟开始会议 这个呢第一个选项就要可以排除掉了 不用提前开始 好那么第二个选项呢 時間呢是不能超过两个小时的 关于会议时间用不用缩短的问题呢 それは何とかなります 那么我也可以搞定 基本上可以搞定 好 それと議題は4つ以下にして 遅くとも前日まで 前日までにメールで参加者に知らせておくこと 好 3和4提到了 一提的事情 是把它减少呢 还是要事先通知 そうなんですが 今回のうちにやっておきます 今日のうちにやっておきます 数の方は問題ないですね 好 提到了数的问题 他说呢 数上面数量上面是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那么我今天会把它做完 今天是什么呢 也就是知らせておくことですね 所以呢 照题我们就选择 第3个选项 第4个选项 議題を事前に知らせる 其他的选项呢 你听到的时候就一一排除 开始时间是我们最干扰的一个选项 听到9点又听到10点 觉得要提前 实际上并不需要提前 只要你在9点到12点之间 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听清楚 好 我们第一课就上到这里 休息一下 好 感谢观看